這次的大改版官方調整了非常多的魔紋 其中有一個魔紋有BUG千萬不要帶 就是這個聖珠 他可以減少大招10%的冷卻 很多依賴大招的角色都會帶聖珠 例如呂布、拉茲等等 實際測試給你們看 呂布大招本身冷卻30秒 帶了聖珠之後 結果冷卻還是30秒 減10%的冷卻應該要變27秒才對呀 每次改版之後覺得BUG很多的 可以幫影片點個大大的喜歡喔 有任何BUG也歡迎留言提供 另外這次改版 鋼鐵長槍被改強了 很多人都說 舊榜的鋼鐵最多能250破防 新榜的鋼鐵最多240破防 免你少了10 哪裡叫改強啦 新榜的鋼鐵只需打4下 就能有更高的破防 提前打出來傷害絕對加種起來比較高 此外鋼鐵的破防跟破陣的穿透是不一樣的 鋼鐵對目標的破防 連你的隊友都能共同享受得到 而破陣的穿透 只有你自己享受得到 你說團戰的效益 這兩件裝備就差很多了 覺得有幫助的話 順手點個訂閱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尤哥 I'm Yuga 這場是改版後的呂布 呂布雖然這個版本沒有被改強 但是鋼鐵長槍被改強之後 那呂布是不是間接的就被改強了 那另外一題 那個聖珠那個魔紋 沒有那個10%冷卻 對呂布來講就是一個傷害 所以你這樣一來一回 我覺得呂布還是很讚的啦 那呂布目前凱撒路的話 我覺得他在前期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優勢 但是他在4等有大招之後 絕對有他那個回血的優勢在 像我這場前期對到的是阿塔 他那個前期就能回血喔 真的有點有點有點超過欸 走下角是我這場出裝以及奧義 那我都是會以韌性鞋做起手 每一隻角色 第一件會出的裝備就是鞋子 不管射手、法師 打野的話不是 唉唷 薩尼直接一技能接瞬移過來啊 好險我反應夠快喔 沒有被推到 不然我就GG啦 那這時候看到拉茲過來支援了 可是我狀態老實講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要小心 唉唷這邊預判失誤 不過沒有關係 再一個預判失誤 沒關係 那我們的愛妮斯居然拿到了手殺 那最後我的瞬移居然交慢了 哇這個瞬移 簡單來說就是有點小浪費 在前期的這一場就有點小逆風啦 不過 等我四等之後的呂布 絕對不一樣 前期四等前的呂布 我覺得會打輸阿塔 唉唷現在排位我很常看到一個組合 就是阿塔加薩尼 這兩個大H你知道超控的嗎? 薩尼的一二技能可以控 阿塔的一二技能也可以控 你知道這加起來真的控到爆炸欸 那我這邊開了大招之後啊 因為增加了韌性 那韌性它就是可以減少被控制的時間 傳說最大的韌性值就是60% 就是減少60%的控制時間喔 現在我大招的時間已經結束啦 普攻技能都不會再回血了 對 呂布阿在開大之後 你一技能打到東西 或二技能打到東西 或普攻都能夠回血 那個回血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跟吸血不一樣喔 一定很多人都會說 呂布開大本來就可以增加韌性啦 呂布你幹嘛還出韌性血啊? 那是因為呂布開大增加韌性值 它會跟著等級做成長 像前期的話 呂布大招開下去 好像只有30%吧 那30%再搭上韌性血 你想那個韌性值是不是就爆炸了 所以前期呂布還是非常依賴韌性血 那到後期12等的呂布 大招3等的話 開大有50%的韌性 就看你要不要換成物防血 還是你要再把韌性堆到60% 這個就是因人而異囉 在前期啊 我跟阿塔基本上是不分上下 沒有勝負 所以清完兵線 我就可以馬上跑線 因為既然我跟阿塔繼續待在那邊也沒有用 所以就可以馬上來到中路 去做補線啊 這些經濟 欸我不來 這個兵線互打 兵沒吃 這個也是一個浪費 那清完中兵再馬上趕到下路去 清兵線也都是來得及的喔 那我們中塔也不會被點拿或耗血 在上路的部分我們隊友是打輸的喔 然後馬上先來這邊 呂布魯的第三段一技能是可以穿越阿塔的船的 還不錯用啊 因為這場是在S的排位場 祭出S的排位場 我們的瑞克直接有點小小生氣 他直接問我們的隊友爽嗎? 因為他好像前期 他對飛淚有點難過吧 我們這場好像沒有射手 因為對方的魔龍路 他們也走的是一隻飛淚 所以還蠻難過的 瑞克對飛淚的話 我也不知道 管他的 反正我們上塔就是爆炸 那至於我的話 剛剛已經殺了一個阿塔 我的鋼鐵出起來 穿透出起來之後 那個效益絕對是不一樣的喔 吃個靈鳥之後 再吃個小野 這個小野在前期兩分鐘之前 絕對不要來吃 因為你吃了 我們打野就會少一隻野怪 就很難上四等 他只能靠 就是去蹭一下你的兵線 或等待時間 那看到一個銀咒 不要怕他 因為我的悟空就在旁邊啊 大招一開 全天下都是我的 好 剩下一個阿塔 就問你怎麼守 有的 悟空還是很痛啊 像剛剛那邊看到銀咒 如果悟空不在你旁邊 注意喔 你一技能就馬上跑走 不然你會被銀咒過肩摔 再被阿塔弄 對 這個結局會不一樣 那打或不打 你一定要先判斷 你的隊友是不是在你旁邊 你有沒有人數上的優勢 如果你明明知道 你的人比較少 你的隊友只有兩個人 加你只有兩個人 對方有三四個人的話 那就千萬不要打 你懂嗎 你數人頭應該會數吧 這個人頭還蠻重要的阿 拉自一個推回來 唉唷 我剛才一技能接瞬移 成功收掉了飛淚 跑線我覺得是蠻重要的一環 而凱撒路阿 清完兵線我都會選擇跑線 那跑線資源還是要看 因為 你一個跑太久 沒有回凱撒路 你的塔就會沒了 所以這點也是需要小心啦 這時候請注意小地圖喔 對方的藍區 本來沒有東西 沒有藍buff 結果居然 蹦出了一個藍buff 有看到吧 那銀咒在下路清完兵線之後 我就篤定啦 那個銀咒 等一下一定要再花個 15秒鐘或10秒鐘的時間 去吃那個藍 他絕對打不了 上路這一波團 而我們上路這一波 我們是五個人耶 五打四的一波局 這個就叫數人頭 我們人頭上絕對是贏的 就絕對可以打喔 這邊成功拿到了三連殺 那銀咒果然是沒有來 因為他吃完藍之後 就馬上去中路 那銀咒也把我們中路的外塔 給拔掉啦 算是他想要換一個資源吧 因為既然他的團沒跟到 他只能這樣做 那這樣做 絕對要付出他的代價 追喔 愛麗絲交錯瞬移之後 一個大招緩速 再一個一技能了 愛麗絲這個暈 我覺得超關鍵耶 他這個瞬移交得非常漂亮 這樣四個人有的 還不錯喔 那我這場選擇出 那個護衛軍戰盾 一定有我的原因 因為呂布 我本來就是要去貼後排 像飛淚啊 就可以用護衛軍戰盾 降他的攻速 他攻速比較慢 他的被動就比較難轉起來 像銀咒也是一個吃攻速的角色 所以 護衛軍戰盾 我覺得這場出起來 就是CP值還蠻高的 如果對方法師啊 或者是他們刺客都是魔攻類型的話 你可以趕快出仙女吊墜 這就是依照對方的陣容而定啦 這個裝備真的沒有一定喔 那看到一個飛淚很兇啊 那左邊悟空殘血 我怎麼辦 直接來挑飛這個炸甲 收掉了之後 愛麗絲幫我放了一個大招 我還正在打 不要忘記我可是出了鋼鐵殘槍 那剛剛交出了一個瞬移 我是怕飛淚閃現走 或者是大招走 所以這個瞬移就直接交了 不管打這一波還是不錯的 鋼鐵啊 真的那個破防是可以讓隊友享受得到 所以像這場的悟空啊 我把他往前衝 破得對方的防 悟空往前敲人 也會更痛 所以這鋼鐵真的很好用 我自己出了鋼鐵 再加上悟空如果本身能出個破陣 是不是這個穿透 直接最大值 最大化 所以鋼鐵我覺得這個版本 看起來還是不錯啦 不過有些角色能出 有些角色不能出 像呂布我本來就是會打出很多段傷害的 就很適合出鋼鐵 像是葉娜也可以 可是有些角色他本來 進場就只會打那兩三下 就走了 像斯科德進場就是垂人一下就跑了 那當然就是出破陣會比較好 所以也沒有所謂一定說 出鋼鐵就會比較好 也要看角色而定 那現在 有來了 打起來了 可是我們隊友本來是比較少的狀態 又覺得可以打 悟空往前敲 我這邊被薩尼還有阿塔控到爆欸 有沒有看到 真的 這版薩尼加阿塔 這個陣容你們可以學起來 因為我真的很常遇到 他兩個搭起來 一搭一唱的 真的有點可不 恐怖啊 那直接上的是銀咒 完全不管了 我出護衛軍戰盾 就是直接扛到最前面 去降人家的攻速 然後我最後被飛雷收掉 但是沒有關係 欸對面這一波是一個團滅 那這場就是 呂布在排位場的實戰解說啦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呂布這個版本 我覺得還是可以出啦 只是說他比較依賴的是 你要擅長利用他的機動性 還有他的韌性質 來打出他的一個整體感 那呂布不要出全攻類型的裝備 記得一定要像我這樣出半炭 所以把鋼鐵或是一個全能 這傷害絕對就夠了 那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